每天九分钟掌握十九大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青龙 中共第十九次全国党代表大会 将在十八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这一次大会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意义 就是开启了习核心的时代 那么习近平呢 也将会在大会上提出他的第一份的施政报告 正式的接触未来五到十年的这个治国蓝图 那么有关这两个部分呢 我想我们在后续的这个视频节目 还要为大家来做进一步的一个解读 那但是当然十九大最受关注的毫无疑问 还是人事的议题 尤其是最高领导层 那么这个是包括会不会修改党章 确立习近平思想 那么要不要恢复党主席制 但是呢目前看来 恢复党主席的可能性并不大 所以呢重点 大家都关注到了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他的一个人选跟他的阵容 我们知道五年前的十八大 把常委从九席减为七席 那么十九大会不会进一步再压缩到剩下五人 还是会继续维持七人 现在外界有很多的猜测 那么除此之外呢 所谓的七上八下的惯例会不会打破 这个也非常的关键 什么叫七上八下呢 他是指说常委的这个人选 那么以67跟68岁作为一个临界点 那么67岁的话呢 就可以入常就是继续担任或者进入常委会 68岁那么就必须退下来 过去二十年这一项不成功的规定呢 就跟总书记是两任十年的这个规定是一样的 都被认真的执行 也成为中共高层的政权转移的一个规范 那么按照七上八下的规定 那么现在的九名常委当中啊 那么将只有习近平跟李克强是可以继续留任的 因为他们其中一位习近平是64岁 李克强62岁 那么其他的五位常委当中的四位啊 因为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70岁 那么是必须要退下来 但是比较有争议的呢 就是目前排名第六的常委王岐山 因为他到今年刚好69岁 也就是跨过了八下的一个临界点啊 那我们知道王岐山自十八大之后呢 他担任中纪委的书记啊 那么是专门负责反腐打贪的 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啊 那么也被看作他是习近平的这个 这个以这个委以重任的 不可或缺的一个背板啊 所以一直有传闻说啊 为了让王岐山能够继续留在常委啊 那么七上八下的规定 可能会打破掉啊 那当然反对的人 反对或者不赞成的人 也是在所多有啊 因为呢 一个政治的规范 它的形成啊 并不容易啊 你想要改变啊 那必须要有很强大的理由才行啊 但是呢 这个七上八下 如果要改变它的话呢 其实呢 也有很好的一些理由啊 第一个 我们讲第一个理由就是说 因为中共中央领导层啊 他并不是一个终身制的啊 所以呢 是不是退休啊 是可以按照实际的情况啊 来灵活的处理啊 那么第二个呢 呃 现在人的寿命啊 是不断的这个延长啊 而且各国的退休时间啊 年龄也都在延后啊 我想大陆也是一样的 所谓的七上八下这个规定啊 都已经这个这个实施了有二十年啊 也没有道理说 呃 这个都不能改变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在去年的十月底的时候啊 那么当六中全会啊 这个刚开完啊 这个有一位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啊 叫邓茂生啊 他在北京啊 出席一项座谈会的时候 他就曾经讲过 他说 所谓七上八下的规定啊 只是民间说法而已啊 不出彩信啊 所以当时大家就认为说 这样的一个讯息 似乎代表了七上八下 很可能会改变啊 好 那我们现在假设 如果七上八下被打破的话 那么要取而代之的说法 或者规定将会是什么啊 有一种说法是 将会出现所谓的九上十下啊 也就是说 69岁就可以继续担任 70岁就要退下啊 因为王岐山今年69岁 所以按照九上十下 那当然他是可以留下来的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当然也不只是受到 影响的不只是王岐山 能不能留任的问题啊 也就是说他不纯粹是 只是为王岐山量身打造 因为呢习近平今年是64岁 那么五年后的二十大呢 他正好也是69岁啊 那他同样可以适用九上十下啊 也就是说都担任一届啊 这个国家领导人 那么一直到74岁 也就是说他还要打破另外一个 所谓的两任十年 变成三任十五年啊 可见了一个规定啊 的这个影响啊 是非常大的啊 我们从目前的态势来看 要把七上八下改为九上十下 应该说他的主力并不小啊 那么也所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也有可能啊 这一次啊 这个七上八下呢 并不会改变啊 但是呢 这个这个这个王岐山固然要下来 但是呢 有没有可能在十九大过后的 二五年后的二十大 那么来做一个突破啊 就是说到了二十大之后 就新制定了一个九上十下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那习近平再继续担任 五年的国家领导人 那么这个可能性也就存在了啊 好 我是黄金龙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那么我们下回见